而阿育王时代被史学界公认为印度信使的开始 因为他留下了大量的这个石柱 有记录有遗迹 阿育王时代 他的宗教统治依靠了九位佛教大德 而大德大天就是最重要的一位 阿育王宣传佛教最得力的方法 并且这个方法后世一直流传 是什么呢 广建佛塔 传说他把佛谷分成了八万四千份 所以大象暗示着佛陀的降生 一匹马暗示着佛陀的出家 宝座暗示着降魔 菩提暗示着智慧与成道 轮子可象征着说法 佛陀入灭 到佛法大兴 这中间有一百多年两百年 他历史最关键的转折点 出现在阿育王时代 这个我们在简明印度史里头已经讲过了 想了解一下可以去听 而阿育王时代 被史学界公认为印度信使的开始 因为他留下了大量的这个石柱 有记录 有遗迹 而阿育王的时代 跟佛派 佛教布派时代正式开始 也是相关的 时间也是吻合的 因为布派佛教的根本分裂 跟阿育王以众的佛教领袖有关 我们刚才说七百集结 就作为佛教的根本分裂了 但是这一次实事非法导致的根本分裂 是南传部认为的 北传部并不认为 北传部认为的根本分裂 出现在阿育王时代的大天 阿育王时代 他的宗教统治依靠了九位佛教大德 而大德大天就是最重要的一位 正是大德大天促使阿育王派出了传教团 向四面八方传教 也由此开启了佛教 从印度走向世界的脚步 这是大德大天的贡献 我们穿插一下阿育王的历史背景 阿育王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 我们知道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 率希腊兵侵入印度 但是他遭到了当地部族的强烈抵抗 并采在禁军的途中 他听说在恒河流域的 南陀王朝非常的强大 有各种神怪的传说 亚历山大大帝就害怕了 于是他就撤兵了 不意思的是 南陀王朝这时候也听说了 亚历山大大帝的强大 听说他已经马上要兵名城下 于是城中大乱 这个时候一个奴隶守陀罗起义了 借着人民就起义了 推翻了南陀王朝 这个人就是阿裕王的父亲岳户王 阿裕王就是他的儿子 并且阿裕王是种姓很低的一个种姓 是守陀罗 就是说他们的夺权 或者说他们的建国 完全是双方的一种误传 亚历山大听说南陀强大就撤了 南陀听说亚历山大强大就乱了 最后阿裕王家族就取得了当时的政权 但是阿裕王继位的时候 他非常的残暴 他甚至在国土上设了一块地区 这块地区就叫人间地狱 他们你要有罪就要惩罚你 就要把你送到一个地面上的人间地狱里头去 并且他常年征伐 我们说印度很多部族的那种吞并征伐 就跟中国的春秋战国一样 但是到了他的晚年 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忽然觉悟了 说中是这么说的 阿裕王觉得 达摩的征伏才是真正的征伏 依法胜才是罪胜 所以阿裕王就转向了佛教 实际上他的晚年是一个奇纳教教徒 但是他赞助佛教这件事情 是不遗余力的并且有大量的史实 阿裕王宣传佛教最得力的方法 并且这个方法后世一直流传 是什么呢 广建佛塔 传说他把佛谷分成了八万四千份 每一份建一个塔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建塔这种艺术形式 实际是一种希腊艺术形式 而建塔就标志着 对佛教的圣物宠拜进入了高潮 你都知道佛教的早期是无神论的 也没有佛像宠拜 第一批宠拜标志是圣物宠拜和遗迹宠拜 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 佛陀出家的地方 佛陀讲法的地方 叫圣地宠拜和圣物宠拜 这种广建佛塔的模式 把神化佛陀的运动推到了高潮 关于塔这个问题 又有两个解说 如果有舍利或者是佛祖高僧之遗物 那这个塔就叫塔 但是如果它没有舍利 这个塔就叫志多 我们知道南传佛教里头有重要一派 就是志多山派 志多就是塔派 志多的供养实际起源的非常的早 我们现在在蒙古和藏传佛教地区 可以见到大量佛陀的雕像 佛塔上的刻画 比如宝塔 菩提树 法轮 足迹 宝座 以此其实在暗示佛陀存在的种种活动 大象暗示着佛陀的降生 我们谈到过 佛陀 立世修行菩萨 化作白象入母胎 从幼泪生出 所以大象暗示着佛陀的降生 一匹马 暗示着佛陀的出家 宝座暗示着降魔 菩提暗示着智慧与成道 轮子 象征着说法 而塔 志多 则象征着佛的涅槃 我们从大量的 蒙传和藏传佛将的刻画里发现 他并没有佛陀本人的整体形象 这个可能是与早期佛教 坚决反对偶像崇拜有关 经过阿育王的努力 在他的后期 佛教已经不仅仅是遍布印度全境 他向西甚至达到了地中海国家 向北达到了今天的克舍米尔和白沙瓦 白沙瓦就是今天巴基斯坦的首都 当时是贵双王朝的首都 是建陀罗文明的发源地 向南 佛教传入了斯里兰卡 经由斯里兰卡转入中南亚 东南亚 佛教由此也正式分成了两条对外传播的路径 其中一条是以斯里兰卡为基地向东南亚传播 后来又称为南传佛教 另一条以克舍米尔和白沙瓦为中心 这里我给大家仔细讲一下这条传递路径 这条轮传递路径 史称北传佛教 克舍米尔和白沙瓦地区 就是今天的阿富汗为中心 陆续在向大跃支 是古代中亚地区的一个国家 王国维在书中曾经考证过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枪族 然后又传到了康局 康局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 又传到了大厦 大厦就是今天的阿富汗 又传到了安息 安息就是伊朗加上阿富汗的一部分 也接近我国 紧接着 佛教就正式进入了我国的领域 第一站是我国的雨田 这个地方今天就是新疆的河田和龟茨 于田这个地方历史上非常有名 在唐朝的时候又称为安息四镇 它是土火罗语系 意思就是它跟阿富汗是一种语系的 继续传到了龟茨 就是进入了新疆的内部 今天新疆的阿克苏地区 这就是北传佛教的具体地理路径 我没看出来它是怎样逐步走入我国的 但以上我提到的这些点全部都是印欧人种 或者说都是白人种 在以上传递的各个点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点我们要谈到大夏 大夏就是今天的阿富汗 但是在阿富汗的历史上有一个短暂的时期 就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上半夜 它被一支希腊部族所征服 就是在公元前二世纪 阿富汗是由希腊人统治的 他的国王弥兰陀 史书上有大量的记载 并且发现考古发现了很多遗物 比如他施舍的舍利壶 大量的碑文 包括当时的货币 货币上也著有佛陀的头像 并且发现了当时的考古文献 这个考古文献在佛教经书里非常有名 叫《纳仙比丘经》 而纳仙比丘经对佛教通过印度 经过白沙瓦地区康基地区 然后最后一站经历阿富汗进入我国之前 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因为这本经书不是以传统的 如是我文形态写明的 而是以希腊哲学的写作方法写出的 其中并非是阿批坛式的议论 或者如是我文式的佛说 而是技术辩论 这在以后的佛典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佛教学者经常谈到四大地水火风 而希腊哲学谈的是水火吐气 这种宇宙结构的相同绝非偶然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 或者是说文献的角度来看 佛教经由阿富汗传入中国 肯定是受到了希腊文化相当的影响 这也就是我们前章所说 很多学者在说到中国文化的时候 提到中国文化吸来的原因 当然大夏很快在二世纪的中叶 公元前二世纪的中叶就衰落了 他为来自东方的大悦之所征服 大悦之人当时已经信奉了佛教 我们说大悦之就是中国古代的羌族 在中亚地区 当时大悦之的王室 向中国的汉朝的一位博士弟子 实际就是一个读书人 传了一部佛图经 这是有史记载佛教传入中国之史 美传佛教到此路径全部讲完 而南传佛教其实可以不讲 因为它的影响不大 可以一带而过 佛教向南传播经由斯利兰卡 最著名的三派就是大四派 无畏山派 只托林派 但是佛教在海上传递的速度 远远慢于陆地 所以南传佛教非常缓慢 并且文字记载也非常的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 seated nung